就是我們的序詞、假班、MOVE這個方法 這個我想前面有講過 在那個說明檔裡面有物件模型參考裡面 你可以看一下 序詞它有MOVE的方法 後面加一個before是它裡面有個參數 如果你的參數裡面要放什麼東西的話 你要用冒號等於來表示 就是在告訴他說 你要在哪一個工作表之前或之後 那就之前 那after的話之後 這個用法其實跟那個add 有沒有 新增 跟copy copy有沒有也是一樣 copy到哪裡也是after或者是before 都是一樣的 都會有那個類似的用法 然後哪一個 你要告訴他哪一個 那哪一個的用法就是說有兩種 一種是給數字 就是說第幾個的意思 它就不管說什麼名稱 那或者是你可以給名稱 那這裡的話如果你給名稱 因為我也不確定第一個是誰 因為有時候搬來搬去 第一個不知道是誰 所以 就會用那個所謂的數字 第幾個 那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 序詞後面這個是用名稱 這個用數字 所以你兩個不要搞混 那哪一個用 哪個時候用數字或名稱 這個我想你要 是情況而定 OK那所以你會發現從1234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呢 它會有規則性 那如果說將來如果你這邊有規則性的話 你就要去想到什麼 想到就是回圈有沒有 因為回圈的用法不外乎就是如果你有個規則性 你可以把那個規則拉出來 然後呢把這個數字有沒有給它一個範圍嘛 for i 等於1到13 不就好了 以後的話 用 i 來表示裡面的變數就OK了 另外第二個就怎麼樣 第二個這邊的話 也會有一個名稱 不過這個名稱的話 它怎麼樣呢 如果說你這個名稱 因為我剛剛有放在哪裡 放在雲端上有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 你想說老師那我要放哪裡呢 好像 放 難道要給13個變數來放嗎 好像也不對啊 13個變數這樣有沒有 A B C D E F 一直往下 A 等於假班 B 咧 那好像有點太冗長了 所以通常會怎麼樣 用正列來表示 那這個正列的話 有點像是虛擬的一個 它以前變數只能放一個 那正列的話 它可以幫你切割 它可以看你要切幾等份 反正如果說 你要放13個資料的話 那你就切成13份就好了 一般的話 會選 那這個特別重要 這個正列 跟其他的變數不太一樣 就在VBA裡面 其他的變數都不用宣告 可是 在 這個正列在VBA裡面 就一定要宣告 那比如說我在這邊宣告 宣告的方法就是用定 定 定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宣告 宣告什麼呢 宣告這個一個名稱 叫做買訊 這個就是一個正列名稱 後面多一個什麼 小瓜糊 那這個小瓜糊 如果你宣告的時候呢 沒有給什麼 數字的話 那它就會之後 你十一針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調整 比如說後面呢 你通過array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有13個資料 你用通過array 去篩資料 它到最後呢 它裡面就會有13個資料 那如果說呢 你要預先怎麼樣 預先這個 輸入10 假設輸入12的話 它就自動幫你分割 分割成13等份 你為什麼13呢 因為從0開始 0開始 特別注意 這個有點像什麼呢 有點像你去訂餐好了 假如你打電話去 餐廳說 它會問你說 你要幾個人的位置 那如果說 我不確定 有點像小瓜糊 裡面沒數字 我不確定哦 那到時候去的時候才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有點像 去的時候才知道 那如果說你這個地方呢 給它一個數字了 那以後呢 去就要去幾個人了 就是你宣告了幾個 你到時候就要來幾個 你不能說 我今天明明訂三個 結果你 所以這個有點像那個感覺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那怎麼樣把那個 你的清單放進來 其實你們可以從雲端上面 去把那13個清單 把它分別放進來 那以後如果說 你要把資料放到正列裡面的用法 記得哦 在VBA裡面有個固定的用法 就是說前面加一個array的敘述 這個array 刮糊之後的話 你要給的 假如說是數字也可以 數字前後就沒有雙引號 但是如果你是自串的話 前後就加雙引號 一個兩個三個 假設你有13個 你就通通把它13 規則就是一個 這一個自串 加一個豆點 一個自串一個豆點 OK 那因為這個比較冗長 所以我為了分行 換行比較方便 那你不能直接按enter 記得空白鍵 加一個底線 再加enter 那這個空白鍵加底線呢 就表示這兩行是相連的 尤其是你城市比較冗長的時候 可以這樣做啦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特別注意 OK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就等於是怎麼樣 把資料暫時放在記憶體裡面的一個表格了 來正列就放在那邊哦 OK OK 那我要怎麼樣呢 再來就是處理什麼 回圈的部分 那回圈的話 你想說 1到13 那我這個回圈 我可不可以也用1到13 但也可以啦 如果用1到13的話 這邊不用加1 可是變成這邊要減1了 為什麼 因為正列的位置 特別注意哦 正列的位置一定是0 1 1到12 所以如果說你要調用它的話 就叫做 My shoes 瓜糊 0 來表示誰 表示假斑 My shoes 1 就表示已斑 以此類推 所以以後的話 你要調用它的話 類似有這種做法 那所以哦 這兩個 如果你可以理解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是這樣 把那個 For I 等於 我們用正列好了 以正列為基準 0到12 然後內捨 對不對 再來的話呢 其實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把上面這一行 如果說 一般我之前怎麼寫的 把這一行複製貼過來對不對 貼上來 然後呢 你就是改兩個地方 改哪兩個地方 第一個 我要取得假斑的話 我講過嘛 假斑的話呢 就是 這個 有沒有 第幾個呢 第i個就可以了 有沒有 你知道 因為其實如果0的話 是指的是假斑 當然這個地方 我們主要是要把它一直變動 所以這邊可以放I 那第二個就是說 移動到第幾個 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不能用第一個嘛 就是用I 那I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 要變成I的話 記得怎麼樣 加上I 不然的話 這個地方會產生錯誤 因為 敘詞沒有第0格的 它第0格 它就產生錯誤 就跳離 就是錯誤了 所以加I之後的話 就從第一個開始 好 做完了 做完之後 我們來跑跑看 剛剛我把它全部在打散好了 假設這樣子 好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一鍵完成的話 職業完 職業執行過就可以了 OK 執行給各位看 所以一下子 全部跑完了 有沒有 這樣就很快了 所以好 如果你將來會有很多個順序的話 你也許就做了幾個 幾個陣列嘛 也可以啦 或者是說做清單 那當然第一種是放在陣列裡面 可是如果第一個 等一下我們來看 那假如說第二個 那老師 可是我不想要放陣列 我想要放以色列裡面可不可以 我從以色列裡面的某個範圍去抓 然後來排序 那也可以啊 所以等一下你們可以改改看 把陣列改成非陣列方式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把資料也許放在假班 假班裡面呢 各位可以在那個 我們雲端上面也有一個清單嘛 那這個清單裡面 你可以怎麼樣呢 當然為了方便 我就幫你們弄成一個表格 你可以把它Ctrl C 一下 這個表格的話 有沒有 你把它Ctrl C 假如我希望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I欄的位置 是假班的I欄 你要找得到 你不要亂放 OK 那假如說我把它貼上 放到這裡 那我是不是就已經有個規則了 那有個規則之後 如果說我希望用這個規則來排列 那排列的方法的話呢 當然 就是跟剛剛一樣 就是沒有陣列的方法 怎麼來寫 有東西 其實這個規則 我想應該很簡單啦 就是反正把這個東西抓 這個東西在哪裡呢 在Shit假班裡面的I欄的第一個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Shits 假班店 Sales 哪個Sales 第一列的I欄 所以說 I欄的I 不就可以抓到那個名稱了 排在第幾個 排在第一個 不就可以嗎對不對 然後 然後 還會有一個 這個我想你們等一下再想想看 那另外呢 如果說我今天 突然老闆又說 我希望順序反過來放 所以你可以啊 突然你又 對 頭痛 不過很簡單啦 其實 如果你要反過來放的話 就把正列顛倒過來就可以了 我正列顛倒很麻煩 你要慢慢慢慢 花時間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其實後來你會發現 你可以用什麼方法 幕府 就是變成顛倒啦 幾個方法 你們等一下可以想想看嘛 反序 就怎樣呢 把它12變0嘛 Step減1 對不對 重新排 這可不可以 可以 應該了解這個邏輯吧 反向 不過呢 如果說呢 你不想這樣做的話 不想修改程式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 把I減 把I什麼 加1 把I加 刪掉 就是 Move有沒有 通通搬到第一個 前面去 試一下 給各位看 如果把I加刪掉的話 你會發現 嗨搬到假搬就OK了 為什麼 因為假搬放到第一個之後有沒有 以搬再放到他前面 丙搬再放到他前面 不就變成相反了 所以有兩種寫法 一種是 反序迴圈 Step減1的方法對不對 第二種方法 我後來發現 把他加個1 這樣也可以啊 就是說呢 你用正向的 但是是都丟到第一個的前面去 他就會剛好顛倒過來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反向迴圈 這個部分也是一個思考點 那這個完成之後的話 那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說 也是一樣移動工作表 但是 不是使用正列 非正列 然後是把資料放在假班的 這個範圍裡面 試試看 畫面好給各位一下 那我想工作裡面會用到很多方法 不外匯就把資料放正列裡面處理 也許你這個資料是從雲端 從資料庫 它會有一個清單 也許你從資料庫撈過來 你先放正列裡面嘛 然後再來處理 不過有時候你想說 老師那我乾脆直接放在 Excel裡面嘛 反正Excel本身就是表格嘛 對不對 那我就放在某個位置 然後再來排序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其實反而 程式會比較簡短一些些 理論上印象中好像三行就搞定了 不用正列 這部分可以試試看哦